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李韵采访报道 国务院被奴化的三个动向 中共总理李强上任后 马上修改李克强时期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将国务院定位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忠实执行者 中共两会正在进行中 国务院在线三个被奴化动向 包括取消总理记者会 政府工作报告 撰写直接受习控制 以及以维护习为最高原则 修改国务院组织法 观察家认为 这是习近平强化个人极权专制 将个人独裁制度化 甚至从法律上确定运行规则 习可能短时间巩固了权力 但也会引发内部危机 加速政权的崩溃 中共修订国务院组织法 最高原则是维护习中央 中共人大会议正在审议国务院组织法修订案 1982年12月4日 官方通过了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 40多年来 国务院组织法一直没有修改过 据官方说明 这次修改国务院组织法 是以所谓习近平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以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最高政治原则 官方此前公布的草案显示 新增了直接体现上述原则的条款 上世纪80年代 中共高层一度为推行集体领导和党政分开 使国务院的权重很大并相对独立 历任总理李鹏 朱镕基 温家宝等在经济民生上拥有很大的决策权 前北京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 3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 现在官方大改国务院组织法 说明白 就是以维护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统治 作为最高原则 不再是民生 不再是经济 不再是内政外交 国务院成了一个秘书处 李强成了习近平的一个家丁 赖建平说 习近平这些年 通过名为机构改革的集权安排 已逐步把国务院的行政权力 收到他个人手里 这次修改完国务院组织法 就是要把中共改革开放 初期建构起来的党政体制全面推翻 变成世界最大的个人专制独裁体制 等于说从法律上确立了 习近平一人独裁的统治地位 民运人士 旅美华裔学者李恒青则表示 人大所谓的立法 都是秉承习近平的旨意 他们假装走法律程序 掩耳盗铃 刘原来规定 国家主席任期两届 最长十年 结果被习近平改了 主席任期可以无限制的 习就变成终身独裁者了 吕家华裔作家盛雪 3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 习近平上台第二任期 就建立了一系列的领导小组 他亲自任组长 其揽权已经达到极端的病态 习这次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目的 就是要进一步突出 国务院也是他说了算的 官方透露李强报告新特点 分析他只是照本宣科 中共本次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组负责人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红 3月5日在吹风会上披露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有最重要的新特点是上街天线 按中国通俗的意思 上街天线是接通上层 黄守红则解释说 上街天线只把准政治定位 全面贯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决策部署 官方将上街天线作为 政府工作报告的新特点 意味着李克强时期并没有这样做 赖建平表示 官方强调这是李强做的 报告的新特点 说明现在政府工作报告 重要的不是经济民生 而是政治挂帅 最重要是确保体现 习近平的个人意志 他怀疑 整个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 李强已说不上话 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 李强作为总理 也不用去负责把关审核 一切以习近平为准 李强站在那里照本宣科 他讲的内容 已经不是他自己想要讲的东西 是党中央要他讲的东西 他讲的是怎么回事 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 总理记者会被取消 李强进一步被奴化 中共全国人大3月4日宣布 人大会议后没有总理记者会 而且本届人大的 今后几年也不再有 这意味着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 人大会后开总理记者会的惯例被打破 中共此举引发舆论哗然 对此 盛雪表示 这有可能不仅仅是习近平的意思 同时也是李强本人的意思 因为李强很清楚自己的职位是怎么来的 他很可能是由于恐惧心态 尽可能不表现自己 而习近平又恰恰不希望别人表现得比他好 赖建平表示 取消总理记者会 相当于取消了总理的发言权 习要国务院的权力完全挪到所谓的党中央 就是习议人身上 虽然李强上任就宣布国务院作为党的忠实的执行机关 但现在政治地位进一步降低 变为党权的一个附庸 李恒青表示 李克强当总理还跟习近平多少争一争 希望能够保住国务院的一些基本运作的权力 李强则是自我阉割 他说 正常情况下 除了中央军委承担的责任以外 所有的国际民生其实都是归国务院管的 但是李强自愿地放弃这些权力 因为他知道 一旦他正常地去争取应有的权力 一定会得罪给他权力的人 他会被这个人怀疑 因为习近平要终身执政 卧榻之策不容他人酣睡 李强要让最高领导人完全对他不疑惑 不担心才能够活下来 台湾经济学者黄世聪对大纪元表示 过去中共的总理对国内议题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习近平上台后 前任的总理李克强已经算是存在感相对比较低了 没想到李强的存在感更低 几乎是毫无存在感 连最近处理中国股市问题的过程中 李强也没办法扮演一些角色 分析 极端专制政权更短命 中共两会期间 中南海的这些事关高层权力斗争的动态 已经引发外界哗然 分析认为 习的极端极权将加速中共政权倒台 赖建平说 短期之内 习近平还能够沿着这条个人独裁的路线统治下去 但是它的极端个人独裁 会让中国的经济 民生 内政外交 面临更加的恶劣的处境 特别是经济民生 可能出现更大范围内的倒退 社会秩序出现崩溃 很多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法过 最终一定会有无数的人站出来说不 会爆发某种形式的推翻习近平一人独裁统治的革命 盛雪表示 上世纪70年代末 经历独裁统治的中共政权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时的领导人启动改革开放 开始搞集体专制体系 这确实让人有错觉 认为中共没有以前毛泽东时期那么专制独裁了 但事实上制度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现在才能够在习近平手里再回归到原来 习近平把集体独裁暴政的体系 又恢复成个人独裁暴政的体系 不过盛雪认为 习近平的做法 事实上是在缩短中共专制政权的寿命 因为习近平越折腾 党内外对他不满的人更多 包括习家军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服他 他往个人极权专制的路上走得越远 反对他的声音肯定会更多 从客观上会加速中共的垮台 他说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感谢收听